一样的明星 不一样的内心独白 最真诚的声音 最动情的故事 最期待的新作 最亲密的距离 都将首次发布分享 这里是 非常6加1特别制作 非常新发布 有请发布嘉宾 玛丽 让我用生命中最漂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我身边的这位高高帅帅的男孩子 是我的男朋友 你多大 我15岁 刚刚过一周半吧 您怎么跟他急的 我们俩人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一年没有跟我说话 对 我是演员玛丽 在中央电视台 非常新发布 特别向大家 发布四部电视剧 有请发布嘉宾 玛丽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时光飞逝 晚期到明天 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地实现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 我回首从前 曾经是莽撞伤 我曾经都是如年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善良的那一段 和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善良的歌声 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 让我生命中最善良的那一段 让我生命中最善良的歌声 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 让我生命中最善良的那一段 让我真心 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 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我身边的这位高高帅帅的男孩子是我的男朋友 以后将会是别人的老公 他是我的儿子 刘爽 Tony 嗨 大家好 我是刘爽 马林的儿子 那么今天特别高兴 来了很多我的好朋友 有我的妈妈 有Tony的同学 他的伙伴 是来自美国的Top Shop舞团的各位成员 谢谢大家 他实在是太前面 热得这么大 今天我的赌场 儿子 先下去跟你的伙伴做一行 谢谢大家 电脑说我要介绍一下自己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好好地介绍过自己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我的应该是做演员的马林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做过服装设计师 所以我现在呢 先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我做演员的经历 北京的老百姓 还有全国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大概是从 我爱我家 爱你没商量 开始熟悉我的 是吗 那么 今天呢 我们也有一些 老片子的片段 给我们的90后 80后 不熟悉我的观众看一看 好吗 呦 周华 去哪儿啊 周华 打扮得这么漂亮 哪有你漂亮的大美人 呦 这么早穿裙子啦 周华 就刚才你说那戏啊 我知道 先开始找我来着 是吗 但我没去 嗯 我觉得吧 天太冷了 而且呢 好像本子也不太理想 是吗 天哪 帮忙我 不管是谁 保佑我的孩子 帮帮我 我才两岁 好 莉莉 把我阐述你没听吗 您这哪像一位 知识女性的心灵呼唤呀 简直就是一个 没能怕的老娘们 咱们胡点不吵 妈 主持人 哎 哎 哎 好 听了贾智欣的英雄事迹以后 我是新潮起伏惹朗兰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我们有责任歌颂英雄 我现在遍了一段晶晕大谷 麻烦你给录下来 晚上一块剥 哎 同志儿同志 实在对不起 我们这是专题栏目 不是文艺部 没关系 你您歌文艺栏目列成 您体谅我呀 二十多年了 没上过电视 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您说我能轻易驮过吗 是 不能 说我这样 我就算半拉亲唱了 麻烦您呢 回去帮着海参考 其实真正演电影 比爱你没商量和 我爱我家更早的作品呢 应该是电影摇滚青年 那一年呢 我记得只有18岁 我呢 从中央公寓美院的服装设计系 毕业以后 分到了一个专门做服装设计的地方 叫做北京服装设计中心 这时候呢 我的一个同学 就跟我说 说的 马琳 有一个地方要拍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 非常的时尚 用现在的话 就非常的坏顺 非常的斐顺 那么呢 希望要一个服装设计师 你愿意去试试吗 于是我就带着我的服装作品的集 有一些画的图 非常认真 骑着我的大自行车 就去了在青年电影制片厂 去了那以后呢 就见到一位叔叔 他就是田壮壮导演 然后这个叔叔就说 你这作品不错 我们考虑一下 看你这个是不是来做这个服装设计师 又是公寓美院毕业的 不错呀 三天以后 副导演李同告诉我说 好 剧组决定聘任你当这个电影的服装设计师了 我非常非常的快乐 特别特别高兴 然后又被单位派到了云南大学去讲课 我就又远赴了云南 在我在云南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报 我母亲发给我的 说马林赶紧回来 你的剧组有变化 我一想 哎呀 我终于能有一次独立设计的机会 去给一个电影做服装设计师 有变化 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真的好担心 急得不得了 赶紧往北京返 当我返回北京了以后 背着大包 又骑着我的大自行车 去见了田壮壮之后 田壮壮说 是这样啊 我们考虑了一个事情 呃 你的服装设计也不错 但是呢 你还有同学做这个 对吧 推荐你另外一个同学来 呃 怎么样 我说你们不要我了 把我开了 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是这样综合考虑 你的师兄陶金 在我们这个剧组呢 是男一号 呃 综合你的素质考虑呢 他说你也会跳舞 我说是 然后我们的摄影师呢 叫刀峰 他说呢 看了200多个女演员了 需要一个长得不恶心的就行 所以呢 觉得你长得不恶心 又会跳舞 你来演女一号吧 这个评价是高是低呢 我也有点懵啊 我只问了田正常一句话 因为当时我有个特别大的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 开我个人的时装发布会 就是展示我自己设计的服装 那么我需要钱 钱当时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然后田正常就安慰我说 你演完这个电影 慢慢就会有钱了 我说是吗 那你先告诉我 如果我在这个剧组当服装设计 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 如果我当演员 你给我一个月多少钱 田正常说 当演员给你一个月700 如果你当服装设计的话 一个月430 你自己觉得哪个钱多呀 我说当然是演员了 就为了比当服装设计 多了几百块钱 于是我就演了一部电影 叫摇滚青年 咱得谈谈 看什么 看你光荣辞职 夸你呀 我只想规规矩矩的跳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这几天 我一直在为你跑工作 别胡闹了 去考试课试试吧 我已经联系好了 就反备我 好吗 得了 别自我深刻了 你看 我已经上火了 两个大炮 可疼了 我还没无事 我还没人 我还没人 你和我 我还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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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运呼呼演了一个电影 演完这个电影以后 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然后有一天呢 从我们家北京军区 回我的学院 回光华路来 然后先要坐三四七 到动物园倒车 上了三四七以后呢 我就看见有一位女士抱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挺热的天 抱着孩子挺沉的 这边呢就坐了一个小伙子 就很壮实的一个小伙子 就坐着这样 我就看不顺眼 那怎么不让坐呢 我就过去 我说哎 我说你这么大块头 你也没毛病 人家这女的抱了个孩子 你能让一下坐 让人家坐一下吗 然后那个男的呼就站起来了 我跟你讲 比我儿子高 特壮特大的一个男的 直着我的鼻子就开始 就训我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演了个电影吗 你这儿就指手画脚了 你有能力下车 你去坐坐坐坐打滴啊 你再去公交车 你跟我们挤什么 我演了个电影 电影放了吗 我还争 我还跟他争 我说就算是我演了个电影 还是怎么着了 你也应该给人家让坐 我说来来来 大姐你坐下 我把那个女的拉着坐下 然后把那男的拉开 我说你看你就这样就对了 你知道吗 这北京姑娘爱管闲事啊 真的到现在我还这样 太爱管闲事了 终于把这个男的给吵得不说话了 然后这个妈妈就站起来了 抱着这孩子 这个就那天 你看那电影上的那个 跳舞的那个圆圆 摇滚青年 哇 难道他们真的认识我了吗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了 你不信啊 是真的 要不然你掐他一下 你掐他一下 就觉得是真的了 还看着人家傻 我怎么都想不到 他会真掐我呀 扑插就掐了 疼的 当时疼的眼泪都 真的眼泪 花都快下来了 我说这就是成名了吗 然后车上所有的人 就开始对你有议论了 就来让我们看看 哎呦 这是真的呀 就是根本就不把你当一真人了 就把你当一玩具了 或者是布娃娃了 这个人蹬过来 那个人蹬过去 你知道我真的有这种密集恐惧症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浑身都不对劲了 我说这没到站 下车了 真的是在这一刻知道自己成名了 我很兴奋 我很高兴 这之后呢 大家越来越认识我了 也非常幸运 就有很多导演找到我 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 大家一起看一看我的剧照 这边这个是最近还在播的《纸婚》 这边这个老太太也是我 演的倚天屠龙的《金花婆婆》 这个妆每次要画两个小时 你们信不信 这边这个是豪门金枝的《慈禧》 这边这个是黑带快跑的黑带妈 刘兰花 讲贺南话 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艺人 我们的演员都说过 拍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实际上呢 我是认为拍戏的皮肉之苦 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实际上是 你的这个心理承受力 就是说你要有极强的心理承受力 要有很强悍的身体素质 才能够应付下来 刚才看到那个拍《倚天屠龙》 就是演这个《金花婆婆》的时候 我们有大量的打戏 我们很多年轻的演员 真的特别可怜 掉微亚掉到整个脸都肿胀 充血 有的甚至吐血 而且还有一点 就我刚才说的心理上的压力 见不到亲人 和自己的家人要分开 最少三个月到四个月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儿子上一年级 因为上小学了 我必须要关注他 怎么办呢 没有时间 如果我要去拍戏 他的性格呀 学习呀 就没有人管 如果我不拍戏 那么他的学费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有人来找我说 你愿意退幕后吗 写写剧本啊 当当制片人啊 这样你就可以有时间 回到北京 回到家里 照顾儿子了 我只想到了其一 就是说 我可以在家里待着 看儿子 我没有想到其二 就是一个女人 转去做幕后 做导演 做制片人 做编剧 是多么强力的挑战 给你们看一张 我当导演的照片 这个大约是五年前 五年前 从光彩 照耀的演员 从什么心都不用操 大家都在那夸你演技的 在幕前的一个人 到幕后 看着别人演戏 然后没有睡眠的时间 吃饭没有点 写剧本的时候 经常是一天一万到两万字 我就搁一杯水在那 因为如果你中途思路停下的话 你就写不下去了 而催稿的老板等着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剧本 叫甜蜜的新事业三十集 在写完这个剧本之后 我这一片头发全白了 脸也全是皱纹 所以啊 谢谢 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都在说演员辛苦 幕后更辛苦 真的 我去检查身体 医生告诉我说 你真的再不小心 你这个雅健刚状态啊 你的血压 你的心脏都出问题了 可是那一年我才四十岁 我吓坏了 你知道吗 好吧 能干点什么呢 回来演戏 因为我不怕老 我觉得我的每一道皱纹 都是岁月 都是经历 给我的 赐予我的财富 那么多年 然后我再回来演戏 我发现 大家还是喜欢我 还能够继续看我的影片 比如说 《纸婚》 最近播的《复道》 很多很多戏 我还能够收到 很多人给我的留言 在这一刻 我想把一首歌 献给大家 我只在乎你 我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拾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认识我迷人 有着平凡的日子 我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偏如鸣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 爱爱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情愿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 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你丝丝情愿 现在咱们往回说 说一下我的 另外一个职业 就是服装设计师 当我从舞蹈学院毕业 分到了东方歌舞团 因为一个契机 我们的欢迎会上 同时也是我所有的师姐的欢送会 大家知道舞蹈 体操 戏曲 很多要需要童子工的这样的职业 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 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我15岁 我经历了六年正规的科班毕业之后 我到了东方歌舞团 看到欢送的我的这些师姐们 他们要走的时候 他们只有30岁 有的可能只有28岁 就必须离开舞台了 我看见他们的眼泪 我看见他们不舍得离开舞台 离开舞蹈 当时对我的震撼非常大 我在宿舍里我就记得我围着文章里面 我就仔细的想啊 仔细的想 因为舞蹈的经历告诉我 我不能被淘汰 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我终于全优的成绩毕业了 分到了东方歌舞团 我在这个东方歌舞团 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我在跳十年 又被淘汰吗 对我来讲 我觉得不可以 我不愿意这样 虽然当年我只有15岁 我决定捡起我的绘画 我想去考一个画画的大学 于是呢 就跟很多朋友在一起 去上民族学院的一个美术补习班 这个时候呢 一起学画画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就说 说到我们一起去中国美术馆 看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是法国一个设计师 叫做伊夫圣洛兰 来中国举办的服装展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 这个艺术 这一门 这一门艺术 可能是我最爱的 因为它是一种流动的雕塑美 这一刻我想我应该 去考一个这样的学院 大家都怀疑我考不上 因为我太小 而且舞蹈学院的文化课 学的一般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去试试 还好我年轻嘛 于是我就去了 考上了中央工艺美院 中央工艺美院已经没有了 变成了清华美术学院 但是我还是依旧是中央工艺美院 毕业的毕业生 感谢这个学院给我的一切 毕业以后 于是我开了我自己的时装发布会 也是中国的第一个 以自己的名字 以设计师的名字 命名自己的时装系列作品的设计师 再之后又得到了法国的约请 于是我就去了法国巴黎 带着我们自己的模特 带着我设计的七十多套服装 在蓬佩度中心表演 之后获得了法国女装的设计金奖 那个时候的报道呢 就会说到一句话 中国不只是长跑马挂 中国也会有非常fashion的设计 下面我们看一下图 这三组 大家能够知道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哪吗 花脸对吧 看得出来吗 中间是豆尔敦的花脸 烂脸的豆尔敦 是这个 白脸的草草 对吧 草草 豆尔敦 然后这边是黑脸的关公 真的非常非常快乐的 能实现自己年少时的理想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很多的朋友 也非常喜欢我的设计 菊萍第一次获得 菊萍姐姐 然后 这个好奇怪啊 然后呢 还有我的很多好朋友 比如说 纳英啊 还有石可呀 纳英 她年轻的时候 像吗吗 像吗 那她没有变化啊 这是石可 朱旭 朱旭 石可 菊萍姐姐 霓萍姐姐 还有我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还有古一大姐 李古一 还有韦威 非常的快乐 就是 她们都喜欢我设计的时装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当时让世界认识了中国的设计师 受到世界的瞩目 真的是我的荣幸 唱歌我真的特别特别不专业 但是来这个节目必须要唱歌 所以呢 我再挑一首 适合我的吧 你的眼神 送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雨擦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仅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路很近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有情天地 我满心的欢喜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有情天地 我满心的欢喜 演戏对吧 然后服装设计 然后我的公司 1989年成立 走过了非常不容易的20多年 最终真的太疲惫了 我想也许我50岁的时候 会不会重新捡起这一份 我为之付出许多许多努力 洒过许多许多汗水和泪水的事业 还能不能捡回来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大家穿过马林时装的人 还能记得它 谢谢 一路走来 那么多人帮我 今天在这儿 好 可能是刚才这首歌 让我觉得有一点感慨 我们打破这种感慨 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感觉 有请我的好朋友 我认识快30年的 朱勋 他一定要让我跟大家介绍 他有21岁 我就是跟别人说 我就21啊 然后他非说 认识我快30年了 你说我的瞒都瞒不住 我坐在那儿 我就有点醋 我上来 你知道为什么 我怕他 这丫头老管我 小时候我跟他住一宿舍 你知道吗 他就说 朱勋 不惜脸 不许出门 朱勋 你还没刷牙呢 你跟别人说话 朱勋 你那衣服太难看 你看那比例都吃深了 他永远是 说的好听点照顾 说的不好听点 他就 哎 唠叨我 多管闲事 唠叨我 所以我就特别怕他 就是他去化妆间 如果说 稍微晚了一点点 对 就是脚踏进来的那一刻 我已经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说朱勋 这么小年龄 你就会迟到 对 你怎么搞的 对 他就开始训误我 什么人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当时最羡慕他的 不是你的演技 而是他的舞蹈 刚才那一段舞蹈放出来的时候 我身边那个大姐啊 小妹妹都在说 哇 真漂亮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那段舞特别美 你舞蹈学院学了六年吗 六年 你只学了六年吗 学了六年 哎呀 你跟我说说舞蹈学院的事吧 当年我们七八班呢 1978年入学的 我们七八班好像是 快千里挑一吧 一千多个学生有一个吧 你就不容易 你是在哪班大的还是小的 最小的 最小的吗 因为没办法 因为如果说他们当时不收我的话 我就没学上了 前三年 我看到的黑板上全是天书 所有的功课我都不认识 很多字我都不认识 因为我的文化课跳三级 所以所有的同学 他们去happy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吃零食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休息的时候 我都必须在教室里面读书 必须在教室里面补课 一开始是老师帮我补 后来可能老师觉得我太笨了 都快教的 把他们都教崩溃了 就派我的同学来给我补课 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舞蹈的状况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是你吗 是的 天呐 这么圆圆的脸啊 对 大家猜一猜 谁是玛丽 一般舞蹈学院的小女孩都长得差不太多 谁是 第几排 有人说第三个 就是斜着眼睛看的是吧 有的人说最边上那个 玛丽 但是我个子最大 是这边这个 最这边这个 是吧 我们班我最小 但是我个子最大 我是我们班最胖的一个女生 于是呢 每天早上啊 这个称底众就成了我最大的噩梦 因为你多二两 你知道那个老师脸又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了呀 他怎么办呢 跑步去 跑步去 穿着塑料裤 一直穿到这儿 塑料裤 你们知道吗 就是咱们现在的那种 武汉的那个 一直穿到这儿 陶然亭公园 3400米 这一圈吧 跑回来 不行 再上体重 还是超标 三两 怎么办 超标三两 超标三两 按两算是吧 按两算 哎呀 接着跑 陶然亭公园 3400米 再跑一圈 回来 再跑一圈 再上秤 再上秤 超标一两 还是超标 就这样练啊 就是每天3400米 陶然亭公园 三趟 天啊 你知道吗 我最少 有半年 是这样过的 我们知道 一个学舞蹈的姑娘 一定是特别能吃苦的 对你以后的事业 会有帮助吗 我发现我遇到 很多挫折的时候 比如说 一部电影 拍到一半 心里憔悴 真的想跑的时候 比如说 好不容易 这部电影上映了 遇到评奖 被拿下的时候 我曾经有 六次金鸡百花 提名奖 六次吗 可能是中国女演员 获得提名奖 最多的一个人 就是说 当你遇到这种 让你失望 你是否还继续坚持 当导演 你一个女导演 面临所有的这些 男兵的时候 然后甚至 大家会永远 惯以一个美女导演 所谓的美女导演 就是轻视你的智商 和你的能力 每当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 没有流过眼泪 我只会说 没关系 我就这样 来 比小时候 简单多了 我感谢舞蹈学员 对我的教育 那你为什么 说放弃就放弃了 这个家里 不跟你玩命啊 而且我知道 阿姨又是 这么出色的 一个舞蹈编导 我没有想到 我考上公益美院 但我妈也没想到 我能考上公益美院 她们就认为 你学画玩玩吧 当个休养 你能怎么着啊 结果没想到 美院的录取冲出书来了 然后这一刻 我需要我妈妈的帮忙 我说 您帮我去跟王坤老师 说说吧 我不能在东方 继续跳舞了 我妈当时大怒啊 她怎么对你 她怒的 跟王坤老师怒的 都基本上一样 我当时就 几乎就被他们臭骂了 就做事情 没有坚持性啊 没有持久性啊 什么那个 只想自己 不想别人呢 就像我现在 训孩子们一样的训道 当时阿姨 到底是怎么想的 来让我们有请 玛丽妈妈 哎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玛丽妈妈 还是这么漂亮 您看看 哎呀 欢迎您 赶快给大家 介绍一下妈妈 其实妈妈在业界 是个非常出色的 对对对 是我们中国呢 五十年代 解放初期 第一批送到东欧的 舞蹈艺术的留学生 那么她 她的很有名的作品呢 东方红里面的 赶摆 刀美兰的那一段 赶摆 然后呢 还有呢 阿瓦人民唱新歌 还有秀金匾 还有电影 阿尸玛 还有后来被改编过的 这个前者观音 还有我觉得中央台的 对 西游戏 老板的西游戏 那时候的很多舞蹈 都是出自 这个阿姨的手笔 这这么热爱舞蹈的 一个妈妈 她觉得我跳舞还行 我就说你看嘛 你看 费这么大的劲 就上了舞蹈学院了吧 结果到了舞蹈学院 学的也还可以 挺好的吧 说什么 她都不搞舞蹈了 其实那个时候的 王昆老师呢 特别喜欢她 在舞蹈学院去选 这个毕业生的时候 特别选了她 另外呢 还得带两个同学 跟她一起分到东方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 就什么都不干了 对呀 非考公益美院 您怎么跟她急的 我听听 哎呀 我好像是跟她 我们俩人好像 很长一段时间 一年没有跟我说话 对 阿姨年轻的时候 是个暴脾气 我可见过她骂马琳 我天 劈头盖脸 我觉得马琳就够凶的了 她妈比太凶 我其实挺怕我妈妈的 因为我 我大概是 十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病重了 然后一年之后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我母亲是一个人 带着我和我姐姐 我很心疼她 但是关于选择职业 这个问题吧 我当时既然考上 公益美院 我一定是要走的 但我妈妈呢 因为她是舞蹈家 她实在太爱舞蹈了 她真的是一年呢 不理我 不理我 不说话 那你怎么办呢 我去扫我们大眼呗 妈 扫我们大眼 对对对 你扫个交不会啊 我其实当时真的不懂 我就觉得干嘛 什么事都要你说了算 我都考上这边的大学了 干嘛 你这个不高兴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这有什么呢 但是不养而不知父母 对 当我 三年前 我发现我的儿子 开始跟我有一些 抵触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鼓励他 我这个榜样 已经做得山穷水尽了 什么 什么都做了 但是这一刻 我突然发现 他就是 我儿子当时不敢 接受任何的竞争 不能够接受任何的 push 就是推动他的一些事情 于是 正好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 五出我人生 你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 什么缘分 什么缘分 咱们俩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五出我人生呢 当时就说呢 要去帮助一个草根的孩子 叫沈新瑞 跳舞 要PK的 要比的 我当年已经40岁了 我想告诉我儿子 我能跳 这是个挑战 我为什么不去挑战 我也想圆我妈妈一个梦 所以 阔别舞蹈29年 我自己主动报名去跳了 这个节目 五出我人生 因为我在现场 我知道 马琳的艰难 作为一个专业舞蹈出身的 大家会对她有期待 但我没有想到 你是为了圆当年 这样妈妈的一段梦想 其实马琳 我真的客观地说 你真的是你妈亲生的 性格像 感觉像 包括对梦想的执着 也一样像 这么多年 我觉得妈妈会很安慰 因为女儿终于能够体谅您当年的那番心思 用心良苦 是不是马琳 我觉得给妈妈一个特别大的拥抱 跟妈妈撒撒娇 好不好 这就是女儿该做的 我经常拥抱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对付我妈最好的方式 妈 这一身 妈的心都碎了 都醉了 这个很少 很少 是不是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好不好 我觉得今天您得表示一下 那么多年也跟妈妈倦了不少 宁了不少 你看闷柔一点看妈妈不许皱眉头 哎 乖 来吧 今天说好了 我从来没有听马琳唱过这么多歌 真的是 刚才都唱咳嗽了 来吧 这首歌 献给妈妈 谢谢 谢谢 谢谢妈妈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起上了枝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晴天 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你们好 你们好 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当我尝尽真情冷暖 算你试定 为了你的理想干扫 生活的压力 与生命的尊严 那一个重要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 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哎呀 这雅雅的嗓子唱起来真好听 很有味道 谢谢 来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 下一个环节 珍惜话大发布 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 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现场官方微博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嘉宾进行互动了 来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马琳演了很多性格爽朗 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 没错 也没演过痛彻心扉的戏 演过吗 就那种私心裂肺的 很多很多 真的 每当演这种戏的时候 我都会发一个朋友圈 像这个导演说 我是演喜剧的 我既惧怕演这样的戏 也惧怕演喜剧 我特别想演温温和和 平平淡淡那种戏 那种戏没人找你 要不然就撕心裂肺的 要不然就是喜剧 对 这就是你在别人眼中 可以塑造的一个形象 我们真的找了一些片段 一起来看一下 你怎么了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走开 走开 你给我滚 走开 走开 山山 滚开 你给我滚 放开我 山山 放开我 你的手怎么了 放开我 滚 山山 放开我 你疯了 你疯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妈 你手伤了 没事 没事 擦破这屁 没事 妈呀 不会骑车 笨 甩了一脚 导 用的秋仙 明天妈给你还 妈 你了什么 那妈妈进去 妈 我不猜家演组会了 是 是 你不参加运动会 黑导 妈告诉你 你跟别的孩子 是一样的 你跟势头 打瘦 铁道 都是一样的 那为啥不参加运动会 咋儿 你是妈行动的男子海 并天丽丽的男子海 那知道不 你 婆婆 您是真心让我去送的吗 我真心也好 不真心也好 你赢了 以后 我带格式的少华 我那儿 谢谢你了 我喜欢最后这个角色 入目三分 恶婆婆 恶 她是个恶婆婆吗 恶婆婆 就是傅道 对 傅道这个戏 真的 我接这个剧本的时候 因为剧本没有完 我看到也就哭到第五集 就不用再哭了 就开始作她儿媳妇了 哭的都是她儿媳妇的事了 我以为是这样 结果没想到 到第八集 她又出事了 又接着开始 所以整个三十五集 就是这个角色 哭到我 我又不会点眼药水 特别奇怪 别人点眼药水 都可以往下流眼泪 对吧 我点眼药水 眼睛越来越清凉 什么眼泪啊 就全没了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全是真哭啊 那中间那个 真的是跨度非常的大 是一位农村的妈妈 是吗 对 黑带快跑 你这倒的什么口啊 河南话 那时候 那天是河南话 不能盖 客种 客种 那个孩子 是为什么不能去 参加运动会 那个孩子呢 是因为他 有一个车祸 把孩子的父亲没了 然后孩子的腿也折了 就是他的这个剧本 看到我真的是流泪 就是写了一个 母亲的这种制作 而且是一个 农村妇女的制作 演恶婆婆 演农村的 残疾孩子的妈妈 第一个 女孩 你是一个 为什么要发疯的 一个女孩 你是精神上 有些上爱吗 对 那个是 热线电话 刚才那个片子 是那个 长颖的百花奖的 获得的一个影片 她讲的是一个 有抑郁症的女孩 那一年 你的眼神 怎么都那么吓人 对 我演这部戏的时候 可能才22岁 23岁 为了演这个角色 我去跟 抑郁症的女孩 采访她们 半个多月之久 那你不抑郁吗 有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就是我不能太激动 我一激动 哗哗眼泪就掉 就是接近这个角色 所以有的时候 我说的演员的 这个心理压力 确实是很大 确实 有很多好的演员 跟我说 就是完成一部戏之后 很久 好几个月 都无法从那个角色 当中走出来 很难 这个时候有时候 真的很危险的 对 最可爱的实际上 是我演慈禧 我演完慈禧以后 我们家里 你千万别走 你马上走出来 你马上从明园里走出来 我曾经演慈禧 就是说演那个 演慈禧 演老佛夜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出去化妆 化妆组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在咱们的怀柔 吃红尊鱼 然后红尊鱼那会儿呢 就服务员 就离得很远 就怎么叫都叫不来 我们那些朋友 就去喊 服务员你过来一下 你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急了 声音非常的有底气 很黄气的 来人哪 来人哪 你抬桌子 来人哪 然后呢 服务员说 他要干嘛 入戏 好演员 来 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 都说你是个辣妈 你平时怎么教育孩子的 今天宝贝儿子也来了 是不是 对 来 还等什么呢 早就盼着让他上来了 来 他叫什么 偷你小水 小水 刘爽 来 让我们掌声 欢迎他 来小水 中间中间 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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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小明 小明叫水哥 我的朋友都这样子叫 就是我们台有一个水哥 就是水军义 水军义大哥 我们经常 你们亲的朋友 都会叫他水哥 你怎么这么高 你有多高 一米八 你多大 我十五岁 刚刚过一周半吧 你十五岁 是的 天哪 孩子们都是这样快地成长在我们不知不觉 那你是在上初中还是高中 我今年上九年级 在中国应该是初三 但是在美国应该是高一了 你是多大走的 我十二十三岁走 十二岁快十三了 那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没想到儿子 噗噗噗噗噗噗噗 现在你可以靠着他的肩膀撒娇了 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了 我听说你的伙伴们也来了 是的 是的 我的跳舞团队 pop shop pop shop 你看看 在国外没闲着 来孩子们 这是我的舞团 首先我也能介绍自己的 我是Tony 刘爽 嗨 我叫艾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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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同学们吗 所有的伙伴 社交友的伙伴 今年前小伙伴们都来到了北京 我觉得不能轻易地放过你们 是不是能给大家带来一段 是的 我们会想像一支舞叫 get up get up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here we go get up get up let me get you on fall it like coming tonight get gone this ain't no cinematic ain't no movie really happening ain't nobody yelling action no cameras and no acting it's real life truth we packing our god is great no magic father made plans and the sun came to that born of a virgin is loud in a black pilot he don't need one but he still fly rosa did eververse skydive no lie no lie boy coming back i hope we're on a scene for the Front Current i'm hit in to the party where the lights at holla at me i got diri a stacked had who love new world waiting on you take your chance it's time to make involve ADA write mark wert mark Time to make a move Time to make a move Get up Work We ain't playing, we ain't playing, no Why you wasting your life away? So many kids you could drive today Nobody holding you back He's already giving the fight away Got the dreams in your head but you're scared Will I crash, will I fall, will I fail? Pool is in my head, nah I don't wanna hear that Till I don't get back, I will never hear that The whole world's waiting on you Take your chance, it's time to make a move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Thank you everyone Wow, how棒 就是,這四個小夥伴 有的是第一次來 有的曾經在中國住過 但是他們都是 真是愛上了中國 準備搬到這兒來了呢 雖然是一個玩笑 但是我們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交流 好不好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還要把我們家的寶貝兒子留下來 在你心目當中她是個怎樣的媽媽 其實我特別想聽一聽 說真話 真心話大方 真心話 我的真心話呢 是個厲害的媽媽嗎 她對我非常嚴厲 而且呢我很喜歡她對我的教育方式 因為 你喜歡嚴厲的教育方式是嗎 她可以讓我很集中精神 做我需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媽給我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不管是跳舞 打高爾夫 做所有的東西 她都是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是 一個母親能做到最大的鼓勵 謝謝媽媽 因為我的少年時代 我十一歲的時候 父親就離開了我們 就她去世了 所以呢 我的母親更多的 我覺得她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像普通的媽媽那樣去管我吃飯啊 管我幾點睡覺啊 管我是不是穿什麼漂亮衣服啊 她更多的時間沒有這個時間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唯一的就是知道的是 我母親從來沒有忽視過我的才華 比如說她發現我會畫畫 她就把我送到這些補習班去學畫畫 比如說她覺得我跳舞不錯 她就一直鼓勵我去跳舞 但是最最重要的 我覺得當時我的母親她的堅毅 她的這種對生活的這種頑強 她始終在那兒工作的這種狀態 給了我特別大的一種鼓勵 所以呢 我更多的呢 我是希望給兒子一個榜樣的作用 就是說希望她能夠知道要努力 在國外有一句話 就看著父親的極倍成長 其實不需要過多的說什麼 做出一個好榜樣 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成長過程當中 這是孩子的 這是這一次回來參加 匯豐飛的高爾夫 青少年高爾夫就在 這是媽媽陪著 這是媽媽陪著我 在高爾夫走十八棟 你看看 非常的幸福 你看看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在做的一個天空吊繩 我媽是有幾度恐慌症的一個人 但是 那她怎麼敢上這麼高的地方 因為她想讓我去 你想讓她去你就要去嗎 我的恐高症嚴重到 我掉威亞的時候 掉到三米左右吧 三米就是一個人高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那個編導喊 不可以再高了 到此為止 不可以再高了 謝謝謝謝大家 我就在這兒我能演啊 再高了不行了 就到這個程度 人會軟 你知道嗎 馬琳教育兒子的方式不大一樣 她為了兒子不怕勇敢 她自己也會勇敢起來 她不躲在孩子的後面 對 馬琳很堅強 即使在自己並不擅長的地方 她永遠會 你看 媽媽都能做到這樣 你一定可以 是這種狀態 是不是 我是媽不行 你趕快趕快 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 只要孩子能成才 這就是當媽媽最大的心願 對不對 好的 我覺得 兒子這麼帥氣的站在舞台上 無論是馬琳 還是這個姥姥都放心了 雖然在國外 遠在千里之外 但是健康 陽光 快樂 而且以後希望你帶著更多 國際化的思維和概念 回到這裡 好嗎 會的 謝謝 我們等著你 謝謝 謝謝寶貝 謝謝你 謝謝 她永遠就是個要強的女人 真是拿她們 她跟兒子還說謝謝 好的 我覺得真的 馬琳有了孩子之後 你內心柔軟的那一面已經 真的出來了 特別好 來看看下一個問題 馬琳姐聽說你以前是跳舞的 現在是不是還飽刀未老呢 功夫沒費吧 剛才不是說了嗎 到那個 舞初我人生 我們兩個人又在一起 你知道嗎 真的 一起練舞 我覺得那個也是練 每次都練好幾天 真的 說到舞初我人生 你看看 咱家有資料啊 一起來看一下 在不眠 正常 這個中國舞的功夫還沒有費 而且我必須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是從 不是說從小一塊長大的嗎 就是反正就 三十年前就認識了 她最美的 她不是這個 她最美的是紅醜舞 你記得嗎 對 當年她的那一段紅醜舞 真的是讓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知道馬琳來 你看 知道底兒的人就會有這樣的準備 來 有醜的嗎 這是幹嘛 這是幹嘛 你說呢 你猜 我猜 我猜 可惡 那 是必須跳是吧 一般來說 我說一不二 雖然我是被她罵大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主場 我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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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鞋根太高了 是 它的 第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玛琳 我多少年都没跳红筹舞了吧 对啊 哎呀 我 其实这不是她最好的发挥水平 她那个大跳 啪那个 啪那个 那是年轻的时候 三十年前这段真的是特别美 大跳那个 小院飞什么的 那个叫紫金关 我就被老师罚的就跳那个 我们老师罚我 一边跳五十下 对 真的要感谢童子宫啊 真的 还能跳两下 特别好 特别好 再次我们谢谢 谢谢玛琳 谢谢 谢谢 今天玛琳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主要是要自己的新作品要发布了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导演是如何来评价玛琳的 我们偷偷去拍这一段 一起来看一下 非常新发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英达 非常新发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继忠 因为我跟玛琳呢 是多年的朋友了 有多少年呢 我就不细说了 以免暴露她的年龄啊 她跟我在金庸剧里边 饰演了很多个角色 那我们也要很长期的合作 今天呢 利用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推荐一下 有我知道 有玛琳这个主演的 我的新戏 这是一部古装喜剧 是发生在清朝一段故事 玛琳在当中呢 扮演一位 扮演一位贵夫人 您要知道这做生意吧 她就有赔有赚的 那万一要赔了呢 哎 我有一好主意 这样啊 咱们呢 买一半 留一半 行行行 您可真是老爷 您那儿子都不知道在哪呢 就在这儿 狂儿媳妇呢 在我的许许多多 几乎可以说是每一部戏当中啊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使得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我在内呢 更多的看见 她的喜剧天赋 比如说这一次 《侠客行》里边 她演的这个《屎婆婆》 她发挥了她身上 不少的喜剧的色彩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依然惦记着奶奶 多有成就感呢 是是是 您是很有成就感 但是呢 您已经嫁给爷爷了 您说过 女人嫁了人就要从一而终 是 那嫁人当然了 嫁人呢 只能嫁一个 可是 你不能拦着别人喜欢你啊 对不对 而且更可贵的就是 你嫁了人了 还有人喜欢你 那多值钱呢 在我所拍摄的这个电视剧当中 所经历的这种严寒酷暑 是吧 这种时间的磨练 她都一一地刻不过来 在印象中呢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认真 严肃的人 尤其是大眼睛一瞪 感觉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次我们在制单身男女第一次合作 才感觉到了 您是一个非常会照顾身边合作伙伴的人 非常的喜欢你 非常的棒 虽然他给人的样子看 很富贵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已经 可以说是成功的 不管是客串还是主演 都摆得特别出彩 你希望马林 在这个更多的角色当中 放射更大的光彩 祝马林非常新发布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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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导演 四个不同女人的故事 完全不同 四种什么样的角色 侠客行呢 我再一次挑战婆婆 因为这个张继 古装吗 古装 这个张继中导演 你刚才看见那个最老的 那个金花婆婆吧 就是她让我去演的 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多岁 然后又演韦春花 还是她让我去演的 她就没有给过我漂亮角色 但是可能我怀疑 她是嫉妒我一直 没有老话的容颜 所以她 她经常真的是 她一定是这样的 老给我拍这种 婆婆妈妈的角色 这一次这个侠客行 我又演的是婆婆 叫石小翠 除了这个侠客行之外 还有 陶婚记 陶婚记呢 是一个辣妈 辣妈 我演 粉色 不太粉色 这个妈也是把我累得够呛 台词巨多无比 三页纸 两页纸的一场戏 人家刘涛 马天宇都不用说话 你就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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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怎么说都有理 就是那种 万事都有理的那种婆婆 还有呢 然后呢 就是英达的龙炮机车 这个轻松 因为是老朋友嘛 对 她演过我爱我家 对 演一个那种特别 就是特别懦弱的妈妈 嗯 曹云金的妈妈 这就是四个 四个 还有第四个就是 制单身男女 这个单身男女的这个妈妈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外柔 外刚内柔的妈妈 你看 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角色 但是每一次新发布呢 都会有这个推荐嘉宾 谁会来为 马林现场进行推荐呢 来 让我们掌声 欢迎她 让我们欢迎歌手 观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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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怎么 我以为出来的 一定是一位演员 或者是 你心里的搭档 对 观哲 你怎么为她来推荐电视剧呢 其实我除了唱歌以外 写歌以外呢 我也跟林姐 刚刚在上一部戏里 相处得非常好 你触电了吗 触电了 触电视剧了 你终于触电了 对 你演吗 对 现在我是一名演员 正在看演员的自我修养 天哪 你演什么角色呀 我演一个就是 感觉特别二的一个角色 他演的这个角色 特别二 特别二的一个角色 对 特别可爱 二的一个程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 特别可爱 你穿着格子衣服吗 对 你看把张力乐的 这边是我们的女一号 叫张力 她每一场戏 都能把我们女一号逗笑 真的 不是女一号 女几号都逗笑 真的 原来你也有喜剧的天赋吗 对 很有喜感 其实我的歌很深情 对呀 但是我要拍戏的 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非常 非常有喜感的 一种角色的招务 真的 因为你的性格就是那么让人快乐的一个人 这是我很苦恼的 因为我完全是打翻唱的 你只是想演这个偶像派是吗 对呀对呀 一直想演个高富帅人 对呀对呀 其实我演的是矮穷锁 对对 你看你戴上那个领结 然后穿上格子的衣服 我的天哪 那你跟这个 你觉得 她的演戏怎么样 我们这个一个处理啊 马灵姐对我们的所有的每个演员都非常好 她没训过你吗 没有 她对我们特别好 包他 你为什么这男生就不训呢 我太好了 真的是 真的 就像马妈一样 马妈 马妈 就是她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过的今年的 因为马上有三天长就过春节了 我们一起过的情人节 其实在上这个其他选秀节目之前 关哲已经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歌手 我就曾经被他的歌声无数次打动 而且他的歌经常是伴着我入眠的 谢谢 想你的夜 想你的夜 太好 太美了 但是来唱之前 关哲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就是很隆重的 也很正式的来推荐马灵的新作品 也是你参与的作品 好不好 来 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马灵姐这部新戏 智单身男女 不止她戏台的好 而且歌声真的很棒 下面请听 想你的夜 我们第一次男女合作版 史无前例的 好不好 来 想你的夜 分手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车落 化成了句点 独自 守在 空荡的房间 爱与痛在我 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 你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爱一点 如果爱可以出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夜 求你让我在爱的一边 让爱 再回答 非常新发布 谢谢 把掌声给马灵姐 分手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 化成了句点 独自 守在 空荡的房间 爱与痛在我 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 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 太自私恩一点 如果爱 如果爱 重来 我会为你 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 希望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你 还能否为我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夜 想你的夜 我希望你 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夜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 再回到 非常新发布 谢谢 接下来 是我 荣重的 邀请你走上发布台 至 发布此有情 好 大家好 现在是2015年 我是演员马林 在中央电视台 非常新发布 特别向大家 发布四部电视剧 这四部电视剧 排名部分先后 是 《侠客行》 《逃婚记》 《至单身男女》 还有一部 《龙号机车》 在这四部戏中呢 我都是配角 但是为什么这么隆重的 向你们推荐 因为 当人过了不惑之后 在演戏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主角 需要你去演吧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 你所享受的表演 和表演给你带来的快乐 还有你表演的真诚 和厚度 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四部戏 四个完全不同类型的 女人的故事 老王爷 来来来来 一家人聚在一起 特别高兴这一路走过来 看到了马琳的坚强 爱和快乐 希望你永远 这样快乐下去 绽放你的坚强 谢谢朱细 谢谢哲哲 谢谢我们的非常新发布 谢谢所有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 谢谢马琳 在所有他爱的人的包围当中 这一期新发布 发布成功 谢谢 谢谢 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明星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姓邓 叫邓男子 应该称得上是 魔术的中国好男友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认为我就是 魔术界的一本活字典 不是我看的 这些年以来啊 我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男子 你这个魔术怎么变的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招 只要心中默念 公黑法权 以后获得马满下现金 这场叫男子乐的魔术脱口秀的表演 已经悬演了八十多场了 希望大家都能来现场 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魔术脱口秀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和iam 13 kolachtet 谢谢大家